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因为在建立3D跟2D模型上也还是有一点差别 那今天主要就是针对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去做讲解 那一样我在模型建立的开始 我会先设定我的所使用的单位 那因为这个单位在每次按下分析之后就会退回来这个单位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在这边就先去设定你的单位 那其实还是有其他方法可以再去更改单位 那这个部分会在后面去做讲解 那今天要建立的模型是一个两层 那xy方向都是双垮的一个模型 那它的单垮的垮距是8公尺 那它的楼高也是3公尺 那这样就会设定完我的网格 那设定完网格之后就来定义我们的材料跟我们的杆件 那材料的部分一样我们需要修改的部分 就只有我们的材料强度跟我们的弹性模数 那钢筋的话我们是使用强幅强度4200的钢筋 好那接下来就要定义我们的断面 那我们柱断面的话 它的尺寸是60公分乘60公分 那一样我们在这边的话 我们会选择它是一个column type的一个配金 那同学看到这边有一个set modifiers 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可以去修改我的 在计算上所使用的i值 或者是我使用的一个a 就是我的面积 就比如说 如果说你的模型今天里面有一个 比如说轴向进度趋近无限大的一个杆件的话 那我们就会在这边将它的area改成是 比如说1000或者是10000 因为我轴向的进度是我的弹性模数乘上我的面积嘛 1a 那假如说我的a趋近无限大的话 等于说我的轴向进度也趋近无限大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去做修改 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些 效盛的耐震评估补强的时候 我们会将我们的梁跟柱它的 去考虑它断面 承受弯曲的时候可能会开裂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去更改它是0.7倍的ei值 那这边可能就会输入0.7 那因为我们今天所要建议的模 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这边的话就不必特别去做修改 那再来就是建立我们的梁断面 那我们梁断面的话 它的断面尺寸是我们40乘上60 那一样我们的配金的话 我们会选择它这个beam type的配金 那这样我们的梁柱的杆件就 断面就设定完成 那再来要定义我们的楼板 那今天我们楼板是 厚度是15公分 那材料也是混凝土 那在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请同学注意一下 就是我的type 要选择是一个membrane的一个type 那这个membrane就是会让我 往后再设定我们的面载重 那我们楼板吃到面载重 它会再看你是双向板或者是单向板 去传递到我们的梁上面 那你选择这个membrane的时候 我的楼板才会确实的将它的载重 传递到梁 那再经过梁去传递到我们的柱子 如果选择是shell或者play的话 那个楼板就会直接将它的载重 传到柱子上面 对 好那这样就设定完我们的梁柱 还有楼板的性质 那接下来就是要绘制我们的杆件 那在绘制杆件上同学也要注意就是 要习惯上要有一个规律的去建立你的杆件 就是当你在往后输出你的分析结果的时候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编号的柱子 你才可以比较有感觉说 这根柱子可能是落在哪里 那到这边柱子就绘制完成 再来是我的梁段面 好那因为我们的每一层楼所选择的 而所使用的梁段面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很快的将我的梁绘制好 那再来就是要放我的楼板 那楼板这边就选择我刚刚有设定membrane的这个slab 好那到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模型的梁柱还有楼板 基本上就设定完成 那接下来就要设定我一些杆件的一些性质 那这边select all 可以把我所有的杆件都选起来 那这边首先要设定的是我们的钢域 那钢域这个设定是说 我们在前面有设定我们每层的楼高是3公尺 但实际上我们柱子的长度 有效长度可能不是3公尺 因为我必须要考虑说我的有效长度要扣掉我的梁的深度 也就是说我柱子的有效长度可能只有240公分 那这边的话就是用assign line这边 然后选择这个offsets 那这个设定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去做输入 当我使用1.0的时候也就是说我柱子的 我柱子的有效长度就是一代比赛计算的时候 他会使用我的3公尺再去减掉我所有柱子跟梁所重叠的部分 也就是60公分 那如果说我在这边输入是0.5的话 那我在一代比赛计算柱子的内力的时候 他就会使用我重叠部 他就会扣掉我重叠部分的一半 也就是说我柱子的有效长度就会变成270公分 那这边的话我们会使用1.0这个设定 好那这样我们的钢域就设定完成 那再来就是要去设定我们的钢性隔板 那钢性隔板这个设定主要是方便我们去施加我们的地震力 要一样去assign给予他一个面的性值 那这边就直接使用他里面预设的D1就可以了 那出现这几条线就代表说我们的钢性隔板有设定完成 那再来就是要设定我们机面的支撑的性值 那这些性值的话我们习惯上都会使用这个fixend的部分 或者是说如果说同学以后有 像是有一些地下室啊什么的可能就会用到这个 就是用到这个支撑那可能再去设定一些土壤堂皇 那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就直接使用fixend就可以了 好那到这边的话我们一些基本的杆件绘制 跟一些杆件间的性值就建立完成 那再来接下来就是要去施加我的载重 那首先我们先设定我们顶楼的净载重 那这个部分跟我们2D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2D当初是将我们的载重计算出来 然后以线载重的方式去放在我们的梁上面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3D的模型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将我们的载重去放在我们的面的这个杆件上 那一样就是去assign一个面的均步载重 那我们顶楼的净载重的话是每平方公尺0.549 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将它的单位改成是顿米549 那这个0.549是我们事先先计算出来的值 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不一样的模型去得到不一样的载重的数值 那这边是输入0.549 那当我按下OK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显示的数字是0.0549 那这样的差别是因为我们 刚刚在设定进载重的时候使用的单位是顿跟米 那我们现在这个模型所显示时所使用的单位是我们的公斤重跟公分 所以让同学 同学可以将这些数字经过单位转换之后就可以得到我们刚刚设定的值 那我们二楼的进载重也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做设定 那二楼的进载重是0.595 顿米 每平方公尺0.595 那这样子我们进载重就设定完成 那再来我们火载重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做设定 那只要把这边改成LiveLow就可以了 那我们根据建筑技术规则的话 我们二楼所使用的火载重是每平方公尺0.5吨 那我们顶楼的火载重 是使用每平方公尺0.35吨 好 那到这边我们的进载重跟火载重就设定完成 那接下来就要设定我们的LowCase 那LowCase一开始就先请同学将这边的 我deadload的SelfWeight Multiplier改成是0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定 是因为我们已经将我们感见的自重 就是我们用我们先前计算出的0.549跟0.595这两个数值 就是已经反映我感见的自重 那如果说我这边使用1的话 我1Type在做计算的时候 它就会将我原本我定义的材料 每单位体积重量去乘上我每根感见的体积 那就会变成那根感见的体积再加入到我们模型当中 也就是说原本我这边如果是使用1的话 我在计算的时候我就会让我模型承受到 我原本想要让它承受2倍的近载重 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直接改成近载重去做施加 所以我们就不用考虑感见的自重 那再来就是要加入我们的地震力 那我这边是先加入我们X向的地震力 因为我们X向跟Y向是互相对称的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考虑一个方向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Type就选择Quick 代表是我们地震力 那这边的话就选择User Load 那User Load就是说我可以根据我的耐震设计规范里面的地震力 所以所算得的地震力 那再根据我的数项分配 所得到的结果去做设定 那这边的话我们选择这个Modify 就可以进入到设定的部分 那我们顶楼4 我们顶楼4前所计算得到的地震力是51498kgf 那我们二楼所算得的地震力是27884kgf 那一样我们在这边会希望它作用在我们的直心上 那一样我们偏心的部分先把它改成0 就是简化我们的模型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Low Case就设定完成 那Low Case设定完接下来就要设定我们的载重组合 Low Combinations 那载重组合设定方式也跟我们2D的模型一样 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1.2倍静载加上我们1.6倍的火载重 或者是我们1.2倍静载1倍的火载重再加上我们1倍的地震力 还有我们0.9倍的静载重 还有我们0.9倍的静载重跟1倍的地震力 那因为我们不只xy是两个方向是对称的 所以我们正X跟负X方向也是对称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其实就考虑一个正X方向的地震力就可以了 那同学也可以根据一样的方式去设定不一样的载重组合 就如果说你的模型会考虑我们的雪载重甚至风载重的话 就用同样的方式去设定就可以了 好那这样我们载重部分就设定完成 那接下来就是要订阅我们的MathSource 那这个MathSource就是说 我希望我的1.5它在计算我的质量的时候它是怎样去计算 那比如说第一项就是会像是我前面讲到 就是MathS它可能会根据它的 我一开始设定的材料的单位体积重量乘上我的感见体积 所得到一个重量去当作我的质量 或者说我可以选择说我将我的质量以我的进载重去做设定 那也可以选择第三种就是我可以把我的质量 选择用我感... MathS所计算的感见重量加上我施加的进载重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直接选用fromLoads就可以了 好那到这边一个简单的3D立体结构模型就设定完成了 那我们就可以点下这个Round Analysis 就可以去做执行分析 好那现在因为是一个很简单的模型 所以MathS很快就可以分析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跟同学讲怎么用你分析之后 使用你分析之后的结果 就比如说我现在的单位是KGFCM 那我可以去从这边Display裡面选择Show Tables 去看我分析之前跟之后的一些模型的性质 就比如说我想要知道我在顶楼跟二楼的质量 那我这边就可以选择我BuildingData裡面的MathData 那按下OK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的Story2 它在X向跟Y向的质量都是143 那在二楼它的质量X向跟Y向都是155 那同学可能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原本的 我原本设定的载重是每平方公尺0.549跟0.595 那乘上我的面积之后就是并不是这个数字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etaps它这个软体 它比较没有一个质量的概念 也就是说它这个质量它会用一个力的方式去加载在我的模型上 那这个143是怎么来的 其实它就是将 就是同学必须要将这个143去乘上我这个单位下的重力加速度 就可以得到你左边的这个 左边的这个单位的重量 也就是说我的重力加速度在公分的话是981 那假如说你在将这个143乘上981 那所得到的这个数值就是实际上这个模型它的质量 那那个数值的单位就是KGF 那如果有同学如果觉得说 这样每次都要一直乘来乘去觉得很麻烦 那建议同学就是如果你要看你的质量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事先将这边的单位改成是牛顿米 那如果你是改成牛顿米的话 它往后再 至少再输出我的质量的话 它直接显示的数值 这个数值就会是公斤重了 对 也就是说我在 在顶楼的话 它的质量是140吨 那在二楼的话 它的质量总共有152吨 那大家同学可以 再将这两个数字 根据我们前面所算得的 净载重 再跟我们的面积去做比较一下 可以去减和 看这个质量是 有没有是对的 对 那质量的部分 这就是简单可以看质量的部分 那再来也可以 根据我们这个show table 可以看我们 杆件的内力 那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看 我 二楼 这根杆件的内力 那我可以先把它选起来 那我在选择show table之后 就会看到它是一个selection only 也就是说它只会输出这根杆件的 看你是要知道它的内力 或者是位移之类的 那如果要输出这根杆件的内力的话 是在frame output里面 那就是这个frame force 那这个beam force 因为这个是量嘛 所以说 它到时候就会在我们的beam force里面 看到它的杆件内力 那如果我们要选择 比如说我们只是想要知道我们 比如说在载重组合下面的内力 那我们就可以只选择这几个载重组合 好 那按一下OK之后 就可以看到我们感件的内力 那像我刚刚讲的这根感件它是一个量的感件 所以当你在这边如果是选择是一个column force的话 这边是没有东西的 但是这个是正常的 除非您会选择到其他柱子的感件 那以这根感件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combination1的时候 它的二方向跟 它的简粒就是这些值 那同学也可以将这些数值把它复制 然后再输出到Excel或者是我的记者门上面 再去做后续的设计 那这边这个loc就是指它的location 那这个location 会跟我们一开始设定的干预有关 像是我们的柱子的断面是60乘以60嘛 也就是说我一个量它在它的两个端点 都会各扣掉一点柱子的深度 那它扣掉的深度是扣掉一倍嘛 也就是说它两头各扣掉30公分 所以说我的量算是800公分 但是可以看到它的最头跟最尾都是 一个是30一个是770公分 就是因为这个是考虑干预的结果 那这边的V2 就是说它是在这根感键它 沿着它第二个方向的一个简粒 那这边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弯矩 那这边2跟3也是有它代表的意义 那这边的话后面会再做解释 那这边就是主要输出我感键内力的部分 那假如说我需要输出所有感键的内力 那我就都不选 或者是我这边如果有selection only的话 就把它弄掉 那按下OK它就会直接输出我每一根感键 比如说B1一直到我的B2、B3、B4、B6 那它就会将这几根感键的在你选择的载重组合下的内力都输出完成 那如果要看柱子的内力 那比如说我这个C1这支柱子它的轴力 它在每个载重组合下不同的轴力都可以显示在这边 或者是它的简粒或者是它的弯矩 好 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分析的结果去看我们 这个模型它的mode shape 它的震动 或者是它的震动周期 那震动周期的话大家可以点 这边这个show mode shape 周期的话比如说它第一个周期是沿Y向的 那它的周期是0.1974秒 那再来就可以选看我第二个周期也是0.1974秒 那这是一个合理的 因为我们在建立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们X向跟Y向的模型都是对称的 那第三个mode它可能就是有带有点扭转 那往后同学如果在后面你以后有建立一个比较复杂的模型 那可能就会需要用一个表的方式来显示你这些分析结果 那一样就是display show table这边 我有一个model information 把这边选起来的话 你就会看到我的building mode 就是我在 mod1它 这样的就是指它的mode shape 就像是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mode1是沿Y方向嘛 所以它这个方向的mode shape的数值就比较大 那第二个mode就是沿X方向嘛 那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数值 数字的话是跟第二个mode的数字是一样的 那如果我要看我的参与质量 那参与质量的话是因为我们法规有规定 我们如果是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构 那我们要它的正态参与质量要达到一定的数量 就是我们要考虑可能要考虑不同种的mode 那因为我们的结构很基本很简单 所以它在第一个mode跟第二个mode 它的正态参与质量就已经达到86% 好那这边它这个show table 就是还有很多性质可以让同学自己去尝试 那主要会使用到的这些性质 就先讲解到这边 那再来就是要跟同学讲解一下 关于我的local axis2跟3它的差别在哪里 好那接下来我先点开我的frame sections 好我先比如说我要先看我的两段面 好那我这边可以看到我两段面 可以看到它这边是2 这边是3 那根据我的右手定则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1的这个方向是指出我们的萤幕 因为1 cross 2会到3嘛 右手定则 所以代表说我们1是我们感见轴向的方向 那2的话就是往上 3的话就是往 就是根据右手定则算的 那我们要怎么在我们的模型上面去呈现我的local axis 大家可以在这边选择这个打勾的 那点开这些的话 大家可以找一个local axis line的local axis 把这边做打勾 按下OK 你们就可以发现这边有很 就是有 就已经显示出它的local axis 那刚刚有讲到我们的1的方向的话是沿我们的轴向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我这根梁 它这边是它的起头 那这边是它的尾巴 那它的轴向是这个方向 那这是一个2 好 那我这边也给它做打勾 好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我现在是选的是这一根梁 那一样它的红色就是指它的1的一个坐标 对local axis 那白色就是沿2的方向 那蓝色就是沿3的方向 也就是说我这根梁 假设我们这样放载重放在这根梁上面 那它所承受到的一个简历 应该就是会沿着它的local axis2的方向的一个简历 所以说当我如果选择这根梁 我去看它的内力 那如果说我们是在只有近载重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我只有近载重的话 那理论上我这根梁就只会承受到2方向的一个简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v3是虚近于0的 那我有数值的话 有数值的部分主要就是v2的部分 那同样的当我承受 承受这个方向的载重的话 我的moment就会是指出或者是指入我的荧幕的这个moment的方向 也就是说这个蓝色这个3的方向 所以呢大家如果去看它的moment的话 它在m3这个方向的话是有数值的 那m2这个方向是没有数值的 就是因为我这根梁 它的local axis 它的3是这个方向 这是平面图 这是立面图 那立面图的话就是说它是指出来 对 所以这个2跟3大家可以去简合说你 你一个模型建立起来 然后你要去判断说它计算有没有错 或者是说你要在输出你的底面的时候 你要去看的方向 那因为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模型很简单 或者说我今天输出的load它只是一个deadload 所以说就是很轻松的就可以看出我的v3跟v2是 v3跟m2是等于0嘛 那就可以比较简单的去判断说它的local axis 意思是红色是1 白色是2 蓝色是3 那假如说我今天 我输出的载松组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是combination2 那因为我的地震力也是只有设定一个方向 所以它输出的结果跟我只有进载松是类似的 也就是说我的v3跟m2都是0 那如果说今天同学有放两个方向的地震力 或者是说我的杆件并不是完全的平行或垂直地震力的话 就有可能会造成说我的v2跟v3都有数值 那这个情况就是同学就要用就是看它的local axis去判断说 你的demand v2跟v3是沿哪一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才可以去 同学才可以根据这些判断去做你的感见的配金设计 好那这个部分 local axis的部分大概就讲解到这边 那最后还要再教同学就是 当你今天如果说你忘记在你最开始建模的时候 你忘记更改你右下角单位 这个时候就是该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就是同学可以 假设我今天是想要变回去一个keep inch的单位好了 或者说我keep inch想要变回来 那这个时候你就先改成你想要变过去的单位 然后在这边explore 输出成一个e2k的档案 那这个e2k的档案其实就是说e2k它会把你这些感见的性质 还有它的设定或者是你的载重的设定啊 它都变成一个像是一个记事本的文字档去做记录 那当你读到这个记事本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开启这个记事本的档案去做一些修改 那如果你对于这个软体 还有它的e2k档案够熟的话 你甚至不需要去开启etaps 你就可以去做这些更改 对那现在我输出一个e2k档案之后 我这边可以去汇入这个e2k档案 那汇入的话我就选择我刚刚所存的3D Modeling 那打开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的单位就已经变成是一个音质的单位了 所以同理如果大家一开始你在做建模 你建到这边才发现你的单位是keep inch的话 同学就一样可以用通话方式将这边改成kgfcm 那用一样的方式输出e2k 那这样的话你在汇入这个e2k档案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的单位 就成功的把它设定成是一个kgfcm的部分 好 那今天的讲解就到这边 whack完全有领域 所以敲 tenant你一定是毁伤 hidden 说确实的对隔音 最后你挑战出来 其实就没有到各场 找到在 착射里面 这期大家想要去结合 是不是 걸�进squいる introduce guys 标准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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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